徐 徐总啊 这就是你们老板徐文松 徐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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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徐文松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搞得你一家子没面子 这样你们家才没面子 小李呢 把他叫出来一起听听啊 把他给我抓起来 干吗呀 再碰我一下试试 谁敢过来 他 他老婆怀孕了 出去乱搞 被老婆捉奸在床 还打老婆 他老婆才留下 对呀 禽兽不如的东西 你还是人吗 你老婆还在病房里躺着呢 你就到处造谣破脏水 我以前觉得你就是个蠢货 我今天才发现 你不是蠢 你是坏了 彻底地坏了 你这个垃圾 你这个人渣 这你不早啊 你这个不真是人啊 你这个人游戏怎么办啊 孙子 这一拳我是替李建环打你的 不要欺负我们李家没儿子 这一拳 我替于佳恩打你的 放开 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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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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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下手那么狠 挺破烂的 打不过就别打了 关键的时候还得我手 我都看到你被人家推倒在地了 你说我能不动手吗 主要我刚才我没掌握好平衡 我必须小心 既然你们双方 都同意私下调节 那签了字 就算了了 以后做事不要那么冲动 打赢了坐牢 打输了住院 谁都没有好处 来 签字 许文松 我跟你虽然没什么学员关系 但好歹大家做过七年的亲情 我看在你叫过我几声歌的份上 我警告你 李家是有儿子的 以后做事情不要做得那么绝 是婚我离定我 话不多说 法庭见了 法庭见就法庭见 你过错方还理直气壮的 你以为你谁啊 谁怕谁啊 我可以拖着不离婚 一边继续享受温柔香 一边慢慢跟你们打官司 我拖死你们 许文松 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真的以为李念宽的心 在你身上 你以为他为什么待在北京不回来 你以为他真的在乎什么小三小四小五 你以为他去捉奸是真的因为喜欢你 那不好意思 你真的想过我 他只是受不了你这种野心的婚姻 实在不行就法庭见吧 还有呢 最后一句 你可要记住了 那信你的可不是什么擅长 赌了我们家李念宽多少次 剩下的家产你可要护好 我告诉你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 你这辈子遇到最好的女孩就是李念 等你到了八十岁 你好好想想我今天说的这句话 好不对 如果你能活到八十岁的 许总 许总 走 高 杀人诛心啊 你一直看见 回头 你做什么 你不做什么 我 glitter 黄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